大家好,我是乔娘 这道美食我五岁就开始跟着奶奶做了 昨天有个妈妈留言说 暑假太难了,做什么孩子都不喜欢吃 这有什么好难,这有道 保证你的小孩抢着吃 锅里加油,加香叶,花椒,八角,大土香气 加上虾皮,加上锦虫糖 不吃着可以不加 加上一颗鸡蛋 都用小火炒出鸡蛋 就是这么简单 加上五香粉 我家的这些小味都是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吃素可以自己电话 那小黄瓜那一天还买了两颗 哇,太大颗了 那个阿贝说,你探到了,你探到了 妞说我赚到了,我都不好意思买一颗 真的,我们在台中这里 靠山,非常的方便,买东西吃 真是太便宜了 一切四半,再切八半 用擦冲擦就好了 中间的瓜羊,刚好是把手 如果先切到瓜羊,就不好擦 这都是窍门 奶奶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你们 希望你们别嫌啰嗦 放在大碗里,加上盐,杀出水分 葡萄的水分特别多,腌十分钟就差不多 胡萝卜水分不多 可是包包子,包饺子,胡萝卜都要软化 所以用粘巴 胡萝卜营养价值很高,很多小朋友不喜欢吃 我的儿子小时候也不喜欢吃 可是变着花样,孩子都就喜欢吃了 腌出来的水分一定要断干 不然不断的出水分,没有办法包 其实我跟年轻的妈妈讲 如果你们的孩子不喜欢吃饭 最好别炒它 就顺其自然 因为现在富士太多了 他根本饿不着 再说小朋友的胃小 硬逼着吃,反而不好 我们当父母的,应该想办法让孩子吃 我今天加了豌豆 本来要加玉米 家里面有了天热,我也没想出去买 只加豌豆,加小虾仁就好 加上一匙盐 根据你家的吃盐的轻重而定 我吃盐比较轻,我家盐很少 搅拌好后放一边入味 再来洗小虾子 我前面影片教过 如何给虾子去腥 就是用酒 泡十分钟就好 重点来了 今天就主要讲这个水饺皮怎么用 你看啊,我不拿出来 水饺皮的袋子一般的都是同一边好 就放在袋子里 先从下面往上压 再反过来从上面往下压 轻轻的压 多压几次 压到袋子实在是装不下的时候 为什么不让你拿出来压 拿出来掌握不住 这样在里面 袋子就固定大小 一直到拿不出来的时候 从旁边这样撕开 这个皮根本不用擀面杖 所以今天这个皮 不用揉面 不用擀面杖 所以五岁的孩子也能包起来 因为我五岁就这样跟着奶奶包了 而且包得很漂亮 因为这种包法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看这个皮 大小均匀非常好 比擀面杖擀得还好 最好是长椭圆形 旁边都拉一下比较整齐 馅不用太多 切记 放在中间就好 放上一只虾 记得这些虾要控干水分 不然皮会粘破 夹先放在派的上面 旁边蘸水 蘸水要把鼻晒一下 不要水太多 只起到粘粘的作用 就这样卷过来就好 水刚刚就粘住 这两头就是按压 是不是比包春卷还简单 所以说 这位妈妈 如果你今天晚上看到影片 明天你就去买饺子皮 给你的小朋友包 什么样的内馅 你自己可以选 可以包肉 可以包虾 也可以包素 包荤 都没关系 再包一个给大家看 但是小朋友爱吃虾米 带颜色的东西 孩子都喜欢吃 我这次包了 会给沈婆家的两个小朋友送去 昨天我先把八万送去 陪他们过暑假 我小时候很多不吃的东西 妈妈就着急 就会说我 奶奶就很耐心 孩子不吃 微笑 不要着急 长大就好 所以我现在觉得孩子不吃东西 当妈妈的千万不要着急 像我妈以后有了我的小侄子 他们不吃东西 我妈就说了 哎呀我再也不说他们 你小时候不吃东西 我一直说你真是委屈你 包好了就可以上锅去蒸了 不是发面的东西 开锅以后上锅蒸 八分钟就熟了 如果是发面 我都会告诉你 冷水上锅 这个是锅开了以后上锅蒸 八分钟保重熟了 看非常非常的漂亮 色香味俱全 我就不信你家的小朋友会不吃 我儿子小时候就没有不吃的 不管我做什么都说 哇妈妈好漂亮哦 一看就给他感觉 他就好想吃 每年的暑假都是妈妈们痛苦的时候 现在的妈妈真幸福 平常孩子在学校吃营养午餐 放了暑假就要妈妈们照顾 就这么几天都叫哭连天 昨天想了一个晚上 怎么样才叫这我妈妈不痛苦 我想我五岁就开始做的东西 小朋友肯定喜欢做 因为就折起来就好 你看透明透明的多漂亮 用一口香把这个虾子咬出来 其实小孩子不吃东西 就是胃还小 像我小侄子不吃东西 有一天我回家他在大门口 被他妈妈提到大门外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不吃东西 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不吃东西 被妈妈说 我说跟我进来 他说我不敢 我就牵手进来 我弟妹说不准进来不吃饭 我说你都不知道不吃饭的感觉 我说我小时候不吃饭 但娘也把我提到外面去 她说姐姐呢 你不吃饭是什么感觉 我说一吃就恶心啊 所以奶奶就用这种方法 引导我自己做 我会自己品尝我做的东西好不好吃 所以当妈妈的真是不容易 你明天开始把这一道做出来 保证你家的孩子百吃不厌 这是小娘从小的经验 小娘小时候也是一个 不爱吃饭的孩子 但是奶奶引导自己动手做 自己就爱吃 赶快动手试试看 做给你亲爱的孩子吃 十万 十万你睡了 我一直没有理他 你看 睁开眼睛看看我再睡 刚才他在我脚上跳来跳去 这一下我没理他 你看看见是看睡了 十万要不要到窝里去睡 赶快吃饭 我们下期再见咯